今天我们来写下书法里面一个难点字加字的写法 这个加字呢 其实我在视频里面有交流过几次了 但是呢 我看见最近有人发朋友圈的时候呢 老是会把这个加字写话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列举了几个点来交流一下 如何把这个字呢 写这个加字的时候 把盖头多是用竖点来代替 当然也可以用写点 写点往这里抬上来 然后撇下去 大概这样子 这笔呢 有点斜 起笔尖韧 收笔比较圆润一些 这笔比较细 抬起来 重重的压下去 好 这个输点的IG中间 两边的比较重 这笔比较关键 刚好是在这个竖点正对着下方 然后折下去的时候呢 对准这个转折角 这个湖旺沟呢 首先呢 大家应该注意到一点吧 就是刚好在这个竖点的正下方 正好是他转折这个角落 有没有发现 所以呢 这个点 然后正对着这个折比 然后正对着这个转折角 刚好是一条线的 记住 这是一个重点 那么这三片呢 是比较有讲究的 一定要留够足够的空隙呢 给它 而且呢 三片呢 它不是平行的 它是由一个点的延伸出来的 这点也很重要 这笔呢 跨的比较高 跨的比较高 这个纳笔呢 从这里按压下去的时候 这边呢 是比较重的 比较重的 但是呢 这笔呢 就尽量不要写的太短 或者写的太长了 一定要把控这个度 联合整理的这种整理性的来 联谅一下 这个纳笔呢 必须要写的多长 或者多短 这个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还有这个虎弯钩呢 它有难度的 说实话 它是整个夹自动最难的 中心点呢 延伸出来 不要写散掉了 这是个中心点 笔画头都从这里呢 延伸出来的 那么这个虎弯钩呢 还是有点难的 大家回去多练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出风 折下去 到这里的时候 加重 跪比盘风 大家这样 盘上去 转折角是一个重点 这里是一个重点 然后到这里的时候 还不是很明显 然后开始到这里的时候 就开始加重了 其实是这个地方 才开始加重了 重到这里的时候 勾上去的时候 是最重点 大家应该把这个虎弯钩 喜欢多数人写不好 特别是初学者 那么今天我们对这个加重 我们就分析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